今天我们来做这款非常好看的橙子小挂件 它是一个薄薄的小片 这款小挂件可以挂在包包上 也可以挂在钥匙扣上 都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大小我是用五股牛奶棉勾织的 我觉得个头是整好的 大家如果想要更小一点的 可以用四股牛奶棉或者是更细的线材来进行勾织 这款橙子小挂件的勾织方法也较为简单 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 我们先取出黄色的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是这样夹住 绕在食指上面 然后再绕在中指上面这样捏住 取出勾针直接穿针进去 压线带过来 绕线往上绕一下线 穿过小的线圈 我们用环形起针 这样环起完了之后 勾针绕线一圈 然后再穿过小的线圈 我们起立一针 接着我们需要在起立的这一个锁针上面 挂上一个记号扣 就是这个小V字上面 先挂上一个记号扣 然后我们开始勾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然后穿过这个大的线圈 直接带线过来 带线过来之后 我们拉长一点 和这个线拉平齐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再绕线一圈 然后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接着拉长 然后再绕线一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还是拉长 这是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了 勾针再绕线一圈 然后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拉长 这就是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勾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勾针绕线一圈 勾针头朝下 一次性带过所有的线圈 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 我们再绕一次线 然后锁一针 这就是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接着进行勾针 绕线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同样是 拉长 拉平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勾好了之后 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掉所有的线圈 然后再锁一针 可以把这个线头拿下来 然后我们这样进行勾针 绕线一圈 穿针进去 我们重复的进行勾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勾好了 绕线一次性脱掉 然后锁一针 我们总共是勾八个 现在勾完三个了 大家把剩下的自己勾完 同样的勾针方法 这八个我们全都勾好了 大家可以去数一下 然后我们找到短的这根线头 拉紧 把这个线圈收紧 接着我们做一下引拔 上一圈我们做的记号扣 是在锁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引拔的位置 是在锁针的上一个针目 这个锁针的上一个针目 也就是做记号扣的上一个针目 这样穿针进去 直接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记号扣取下来了 做一下引拔连接 同样是起立一针 然后开始编织第二圈